好 觀眾之後帶你關心 昨天總統辯論會上 三方對於房地爭議互有攻防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就質疑民眾黨的候選人柯文哲 一家喜歡買農地 不過柯文哲在回應的時候 突然頻頻咳嗽 雨色長達了約25秒鐘也引發討論 和巧合的是前立委陳柏惟 先前就在網路節目上提到 如果柯文哲有不能回答的問題 就會用輕談輕鬥這一題來跳過 影片也引發不少網友讚嘆 根本是先知神語言 好 是可以看到陳柏惟表示 說這個柯文哲其實很好模仿 只要把柯語錄背出來 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回答 那如果他不能回答的話 就會用輕談來輕鬥這一題跳過 話一說完 其實現場的大家也都是紛紛大笑 另外台南市長黃偉哲 昨天也在臉書發文表示 柯文哲回答自家農地爭議的時候 一路咳嗽也是嘲諷他 咳完了時間也剛好結束 可謂是務實可疲